各位觀眾們晚安來關心天氣狀況啦 這兩天的天氣有一些細微的變化 因為北東地區的水氣變多了 不過沒下雨的時候人就是很熱 我們來看到明天的紫外線指數 你可以看到全台灣本島跟外島 除了在連江的部分還有基隆的部分 其他的幾乎都是亮起了紅燈 也就是代表這紫外線是有可能來到過量等級的 小心要做好防曬啦 降雨的趨勢我們來看到 從明天開始水氣稍微增加 除了在東北部這邊水氣變多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在中南部 午後雷震雨也會變得比較多 那禮拜六到禮拜天甚至是到下個禮拜一 水氣是一天比一天還要多的 再加上整個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要提醒了包括了廉價期間 整個水氣對台灣來說都是比較增加 所以幾個天氣小叮嚀要提醒的 基北北宜包括了這幾個地方 水氣都是比較多 中南部山區有午後雷震雨 那同樣的沒下雨的時候比較熱 防曬補水的工作就不可少了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